HELLO 了世紀天天用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一場特殊的2v2對決 這行比賽是天才少年LIVIT加上HOT還有HERO還有DOT 四位玩家組成了二打二的練習賽 那這個練習賽我覺得十分精彩 還是要來給各位分享一下 那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九點鐘方向黃色 應該是綠色才對 綠色玩家選擇了中國 這邊是少年選擇中國人 中國人開局村民樹會比較多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一開局 村民樹就已經領先山村了 因為在4G模式裡面資源上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個玩法會讓中國人這邊開局時 非常變得更有利一些 所以不會再是領先一村半 而是直接領先這個山村 非常的可怕 中國在這個優勢里 雪球滾得會更快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他的隊友紅色 兩邊都是在左邊的方向 紅色大約出身點位 12點鐘方向的 酷滿人是HART 那酷滿人呢 風箭時代可以開農 所以少年跟HART 他們兩邊選擇的文明 都是一個可以前期滾雪球 把自己經濟滾得越來越大的那一種的文明 所以兩邊的玩法也是蠻特別的 中國的話大部分團戰都是打中國聯盟 或是打工兵路線比較常見 那酷滿人的話就是後期遊俠 那兩邊都是工兵跟騎兵的文明 兩邊都是有開農的屬性 那我覺得團戰來說跟單挑是完全不同的遊戲 所以我們會講比較重要的東西來講解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那個大約出身點位3點鐘方向 孟加拉人 那孟加拉人在團戰的表現 他算即使也會獲得每個TC 會獲得兩個城鎮中心的效果 那後期他的修道院裡的科技 只有一段邪說沒有辦法使用 那他的僧侶有天生雙倉反 所以如果他要打這個僧侶 配工程戰相 還有這個相公強弩的路線的話 也是蠻適合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約出身點位6點鐘方向的 HERA選擇了西班牙 西班牙這個文明 他雖然他的西班牙征服者火槍 打騎兵很強 但是對上工兵路線 可能會有點稍微不太給力 因為他的火槍單位 都就有這個射速上的限制在 所以會很容易射速對手的工兵單位 一定要多善用打帶跑的戰術 那目前看到兩邊的狀況 都是在各一方 黃色跟藍色都在右邊 那綠色跟紅色 都是在上方的位置 旁邊的位置都是顯得相對位置 好 那要塞張地圖呢 開局就有城堡了 所以一身城堡時代西班牙征服者 可以更早出關喔 所以我覺得HERA應該是有想到這一點喔 我西珍越早出關你就別想農 但是 這兩邊還是依舊選擇了開農文明 那孟加拉選擇的話 也有可能是想要打工程戰項 幫HERA這邊開路 直接按幾隻工程戰項 開路進去之後火槍開始亂辯 好 可能也有這個想法在 好 那這邊兩邊的刺猴 看到 HERA這邊的刺猴是已經被打死了 好 兩邊的刺猴都過來 欸 結果這邊刺猴直接活活敲死了嗎 怎麼看起來 HERA這邊的刺猴死的有點不冤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刺猴實在怎麼打吧 好 那昆曼沒意外 封建時代已經開農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 目前 少年跟HERA這一隊友 出名處已經領先了 五村 六村 越來越多了 那右邊呢 DAUT是沒有做出太多動作 也沒有打工程戰項 也沒有前置BK 也沒有去搞一些前置的東西 打法就是打一個非常正常開局 難道是想打大後期嗎 好 這裡補下一個刺激 3TC繼續農 好 中國這邊一升到城堡時代 果然是3TC繼續農 一個超級農路線 那 孟加阿倫這邊要對農的話要到帝王時代才有村民上的優勢 在這段期間裡 孟加阿倫的村民術可能只會稍微 比西班牙這邊再好一點 哇 但是已經可以看到 酷曼已經41隻村民 42隻了 這個開農路線還是少年跟 塔塔這邊比較更有優勢一些 74村啊 領先20村了 這個開農路線非常猛 那 修羅這邊呢是選擇了雙TC出西班牙征服者 那為什麼會這樣打呢 主要是因為3TC下去的話很容易斷肉 因為他還要把這些肉分給西班牙征服者去做使用 好 西班牙的目標呢 是要先來 研酷曼的 城鎮中心的樣子 走到人家家裡門口了 好 好 但這邊BANG也不一定BANG的進去喔 因為他可以在裡面繼續拉牆 所以 強攻路線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好 但修羅沒有打算要管這些事情 反正我就是強攻 好 裡面的村民開始在圍架 好 射一射之後又不射這個地方 好 選擇拉走 我們又看 右邊快要圍好 村民往後拉 但是看到 又回頭了 繼續蓋 右邊直接蓋到底 好 那 修羅這邊有點 搖擺不定 到底要幹嘛 他怕自己去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又會太傷經濟 這就是選擇了炸藥桶兩個 好 炸一個就可以了 這邊只要炸一個 因為他把血量已經打殘了 直接進來 看到城堡 好 點掉一村 特別要直接走TC進去了 還是要往右走呢 往右走的話要再等一下 在 庫曼已經轉出了更多的TC 4TC繼續農 家裡的部分 補了一個馬就 開始慢慢產駱駝 稍微擋下 好 這裡走進來 駱駝來到了第5隻的數量 孟佳人 現在來到72村 庫曼64 中國來到了70村 奧特這邊臭民術 突然慢慢反超了對手 兩邊臭民術開始平衡的起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後續 目前這邊是 哇 3TC啊 3TC雙修道院 果然是要走生旅路線嘛 好 但中國聯盧已經來了 中國聯盧配西班牙中復者 從後面直接想要斷後路 HERA有地方可以跑嗎 HERA 好 這邊點一下 好 再點 點發點發 射一下 直接點掉 好 上面直接包 好 往下硬包 哇 這個傷害太痛啦 駱駝打西針 這個西針好像沒有品種啊 直接蒸發 完全沒得反擊 OK 那由於自己的隊友 HERA送掉了西針之後 那待會道德可能就要單打獨鬥啦 好 這邊是先轉出生旅戰 生旅有天生雙傷版 好 在這個團戰中其實蠻常看見的 孟加拉生旅戰 配上巨型投司機 還有戰車 或者是大象公兵的一個路線 因為孟加拉人他的文明特性的關係 其實是沒有辦法用 所以 生旅跟工程戰項會比較常見 哇 這個防禦力啊 直接扛住了箭矢傷害啊 招響到了一隻 中國蓮弩 好 蓮弩這邊就是想要硬點 但還有可能會繼續被招響的可能 好 在被射死之前又收到裡面 結果這邊好像有前程科技的關係 沒有被招掉 好 現在中國這裡有大動作了 一般啊 這邊村民術已經來到76村 現在是全場最低的 玩家 好 打強攻路線 村民落後 對農就很容易失望 那你前期強攻沒有打到東西 後續就會被對手滾血球滾得很嚴重 好 那Hura這邊是拉兩隻吸針 來做個保鏢 稍微保護一下這邊的生旅 好 但是 道特並沒有打算全軍要去幫忙 現在城堡蓋在人家門口 地用世代一上 補下了印刷技術 增加12率的招響射程 那Hura這邊還沒有點下地用世代 哦 才剛點下而已 但是現在對手地用世代只剩下20秒時間 城堡已經補下了 我們現在城堡外面 瀕臨城下 可能待會沒有辦法去支援 中國這裡 中國這邊可能待會要單打獨鬥了 還是刀塔好像也是哦 並沒有打算要來救Hura的意思 Hura可能要單打獨鬥 變成單挑畫面了 好 劇情頭11開拆 真屢 先吃了來到了11隻 這孟加阿倫的正常的 帝王開推打法 城堡時代的話有這個戰象工程 但是沒有打算用戰象 那帝王時代一定會變成這樣的畫面 好 提西射掉 裡面信任可以往前 中午連弩開始給壓力 想要守思亮王塔 中午連弩的箭矢數量實在太多 16隻的箭矢 哇 這個守思速度太快了 好 一隻 一隻 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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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的速度有夠快 哇 搞定 直接收下 後面的巨型投資機 開始工程 Hura這邊城堡可能撐不太久 好 鋪曼轉出了大量的弱馬 十幾隻的弱馬 這是對付孟加阿倫的生日的最好的辦法 那這邊看要不要再投資個大弱馬了 哎唷 大弱馬已經升級上去了 OK 那現在Hura最重要的問題是 該怎麼守住中火連弩這一波的推進呢 現在用氣棒的征服者完全打不贏 要打贏的話可能要出遊俠 那現在要轉遊俠出來 又太吃經濟 科技上也追不太到 現在還是先轉個中頭呢 或是火炮 中頭火炮 投資車 都是可以稍微擋下中火連弩的辦法 好 這裡後面補了一些劍塔 一定要放棄守這根城堡 劍塔的話可以稍微阻止對手推進進來 但這只是亮王塔而已 再會還要提升一下防護劍塔 好 現在孟加阿倫的劇情投資機 已經深入到了裡面 現在後方駱駝加上大弱馬 數量還是沒到那麼多 奇怪 後面怎麼那麼少 好 有人躲在這裡 25隻大弱馬 哇 這樣數量已經夠多了 那 國不其然 孟加阿轉出了戰車路線 中國這邊直接藏區 直入 喔 喔 這邊劇頭有舞台 這個城堡要修也可能修不起來了 OK 投資車升級 中頭還有一段時間 好 投資車砸一發 可以拍到 中頭升級好 可以往前了 有中頭就可以確定一發 拍死對方的中國聯弩 和中國聯弩也可以互相傷害 你拍我 我也拍你 好 那現在 儘管點下 中國聯弩的火箭 火箭已經獲得 攻擊來到8加6 好 中頭砸中國聯弩的效果還是不錯 但是聯弩呢 這裡還沒有升級精銳 精銳的話 存入火紋能力會變得更好 好 現在肉馬上前 直接收掉了大量生女 我們回頭看一下 剛剛那邊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波很精彩喔 好 這一波上去 生女第一時間被收掉 戰車過來 第二波 戰車想要回去收 巨型投資機 哇 生女直接死光 好 收掉巨型投資機 第二台也有機會 哇 巨頭全收 只靠肉馬 OK 回到Hura這邊 Hura這邊比較緊急啊 已經 防線沒有了 這裡要守住 用投資車的話 可能有點吃力 不知道發學有沒有補下 發學要趕快補 去踩一下後面的巨型投資機才行 那基本上中國這個打法 只要用攻城系就可以擋住了 中頭配火炮 火炮打巨頭 然後投資車一直瘋狂往前面打 基本上就是能打電影的 這裡初期是感覺是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孟加郎這邊 繼續用戰車用正面硬扛方式 修完成近戰模式 直接吃掉了正前方的肉馬 現在戰車有破甩傷害的效果關係 所以打團來說的話 基本上不太會輸 好 這邊銀貫 派克接點下了 可以增加一下戰車的攻擊速度 但是Hura這裡已經感覺上是守不住了 別打且退且珍惜 現在的情況 巨型投資機又再度架了起來 孟明能躲的地方越來越少 好 騎士算是三房 嗚~~拍到了一下 中落蓮弩 到後面 拍上面大丸的 沒拍到 少林這邊工兵 走位真是風騷啊 好 現在孟家人上方 終於被擋下來 戰車死傷 開始出現 但是最主要是因為 他派了一些戰車過來救Hura Hura這邊 再不趕快有隊友來救援的話 就要全部被都更了 但村民術還保持在100村左右 其實死傷還沒有來到非常嚴重的狀況 但這裡可能要開始出現囉 哇 這一次抽一名 看起來是跑不掉了 火蓮弩 開始狂射 好 還是這邊要切近戰模式呢 直接上去貼著打 但是孟家人現在的狀況 是沒有辦法切近戰了 因為沒有這個馬鎧升級 好 遠程工兵鎧甲已經提升上去 好 金瑞戰車 直接果斷切近戰防護力 好 不用切馬鎧 講錯了 這邊三級的工兵鎧甲已經升上去了 所以他切近戰也是三防 OK 現在雙防 有六點起跳 戰車的坦度 比以前來說已經好傷很多了 但是中國連弩用拉打的優勢 這邊再繼續往前A 似乎不是一個明智之舉 好 現在上方的庫曼也開始點下遊俠 用重裝騎士慢慢A了出去 戰車快要扛不住 金瑞戰車現在已經升級好 東西也提升好了 現在只差攻擊力 好 戰車就去點 點掉了非常多的中火連弩 看來一開始用這個遠程模式 就可以打得贏拉 完全不必要去貼近戰 貼近戰模式好像被人家風箏喔 IHERA這邊好像 又濃得起來 哇靠這個你貼得怎麼濃那麼快 哈哈哈哈 好 但是依舊沒有辦法量產 騎兵出來 這一坨有點難擋 好 當然DALT不想要讓正面 讓對方有機會 可以繼續攻城 直接變成競戰模式 上去一砍 砍掉了正前方的 巨型投司機 好 這時候中火連弩 已經沒有在管你有沒有城鎮中心了 上去就是一頓輸出 巨型投司機 菜式速度非常快 城堡也架了起來 後方的戰車想要來攔截後方的中火連弩 但是少年很聰明 並沒有直接把極點刺到前線 而是在後方城堡的位置 URAA又再次被迫搬家 農田城鎮中心再度沒了 好 這裡要轉出一些清奇冰檔 但是現在上方的肉麻 加上莊莊騎士 已經變成遊俠了 遊俠一毫 現在 浩特要一扛二 扛了很久 好 中火連弩繼續往前射入 後方有少量的 重裝騎士 在偷打 應該是遊俠了 但是道德好像沒有注意到 損失掉了一些村民術 現在開始在補村民 少年繼續往前推進 URAA還沒有打算放棄 覺得自己還有機會 但我覺得是有機會 但不多 好 中間的遊俠 開始在四處亂抓村民了 遊俠四處狂飛 戰車再度回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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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沒辦法 URAA這把完全是 打不贏中火連弩的推進 好 這時候三攻點殺 戰車數量來到了五十幾隻 這個數量有點誇張 好 中火連弩 要小心 戰車一過來被點掉 戰車中心 再一下下 這裡要小心 直接頂掉一隻 遊俠過來 要切近戰了嗎 這個感覺是要切近戰的模式 好 切近戰 但是三攻還沒有好 這時候切近戰可能會有點小虧 中火連弩會在後面繼續拉扯 但是越拉扯可能 DPS會下降很多 這裡遊俠直接往前貼 遊俠直接扛住了大部分 戰車的數量 遊俠的坦度非常十足 中國直接把所有的戰車 給吃光了 十一殺數來到六十八隻 Hira這時候打錯了GG 我們恭喜少年跟浩特 拿下比賽勝利 哇 中國連弩最後這一波打得十分漂亮啊 沒想到這一波中國連弩可以一直推進去啊 Hira這邊走投資車的路線是完全沒錯的 但是感覺少了火炮 被推進速度太快了 沒有辦法鎖住一些重要的經濟區域 但就很難繼續量產投資車或火炮 而且自己的黃金也會被對手給挖走 問題來說 感覺思路對了 但是火炮太晚出來 也有可能是這個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中國人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果然是雪球滾起來了 那孟加仁本來應該是可以領先全場的 但是被HART這邊酷曼的遊俠 砍了一堆村民的關係 村民數稍微下降一些些 經濟造成一些不太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最後是輸給了中國這邊的經濟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喜歡這部影片請給大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還有一堂 按讚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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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